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袁一 广东省上千名教师在国庆日当天到当地市政府请愿 10月1日 四川甘兹州色达县200多名藏人集体抗议 而戈尔登寺的僧侣格桑望求则以自焚抗议当局 中国各地的网民掀起新一轮的探访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行动 其中包括90后网民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愈演愈烈 中国总理温家宝赶赴现场了解情况 10月1日 英国华为藏团结会在伦敦的中国大使馆前抗议示威 要求在中国实施自由人权和民主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10货币汇率监管改革法草案 由于签证一直没有批出 达赖喇嘛取消了南非行程 因涉黑监狱关押访民而被关闭的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改变名称 从操就业 贵州人权研讨会的陈希等四人客服当局阻挠 参选人大代表 苹果前总裁斯蒂夫·乔布斯去世 北京 上海等地网民自发举行悼念活动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 湖北六位80岁老人呼吁当局取下天安门的毛泽东像 换上孙中山像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袁一 谢谢收看 再见